8月17日周一 标普和纳指上涨导致下跌 标普白已经几乎于2月底的年内最高位持平 高盛大幅上调标普白指数年末预期至3600点 认为在美国经济增长加快和疫苗前景看好的情况下 持续看涨美股 美国奥本海默基金首席技术分析师Everyworld表示 标普白如今已经被超买而进入了阻力位 如果能够在目前形成稳定支撑 它将会观察股票形成周期 从而判断下一个创新高的突破口在哪里 从基本面看 自疫情冲击股市造成大跌之后 大规模的流动性注入带动了股价提升 好于预期的经济数据和公司营收数据 以及疫苗更早上市的预期都为美股涨势主力 但加信理财分析师提醒 目前美国新一轮刺激法案悬而未决 总统大选只剩下82天 这些都是市场目前还需要警惕的潜在风险 由于电动汽车需求飙升 特斯拉中国将在全国各地招聘员工 此外根据最新报告 日本软银集团二季度建仓做多特斯拉 特斯拉今日股价上涨11%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上周二盘后宣布1比5拆分股票方案之后 特斯拉股价一周内上涨超过33% 本周重要的经济数据有一系列住房市场数据 包括每月新屋开工 营件许可和二手房销售报告等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在周三公布7月会议纪要 值得大家关注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